在俄军接连曝光六款杀手锏武器威慑竞争对手的时候,俄媒却曝光了俄军工企业的一个巨大丑闻。 据俄媒7月22日报道称,俄科研单位的泄密案情况,可能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俄军最新的先锋和匕首高超音速武器的图纸,可能被出卖给了美国情报部门。 如果这些情况属实将对俄未来的国防安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据俄新网22日报道,俄航天集团近日出现了工作人员,触犯叛国罪的丑闻,甚至牵连到中央精密机械研究中心高层辞职。 目前俄联邦安全局已经开始寻找这次时间中,可能出现的对美国出卖俄罗斯最新型武器机密的叛国行为。 有消息称俄军最新型的高超音速武器详情已经被西方情报部门获得,其中就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先锋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的图纸。 据俄媒报道称,在普京与特朗普进行会晤后,俄军方随即公布了新一代武器的研发进度,其中不仅曝光了先锋和匕首导弹的相关细节, 还包括波载东和动力鱼雷尸弹外形和海燕和动力巡航导弹生产车间的镜头。 这被认为是俄罗斯寻求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同时,向外界炫耀自己的军工实力,向对手展示自己的肌肉。 曾有美媒直言这些武器已经超出了美军目前的防御能力,让俄罗斯成为无法战胜的对手。 俄方专家表示,如果最新型的高超音速武器武器技术真的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获取,这将对俄罗斯军工业造成极大的打击。 为了研发这些新武器已经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俄军方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如果美国获得了俄方的最新技术,毫无疑问他们会用来升级自己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性的武器将会给俄罗斯造成极大的麻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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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